两岸快评一起评一起译 大家好我是孟元 今年的520有点热闹 前一天无数宅男的女神 心缘结衣结婚了 520的一大早 陈思成佟丽娅这对明星夫妇 却宣告离婚了 这个真是忙坏了我们这些广大的吃瓜群众 然而相比这些有关爱情和婚姻的话题 520还有一个看点 那就是岛内的蔡英文连任届满一年 明星党当局管理台湾也有五年了 按照惯例 今天蔡英文应该发表一次演说 但是演说还没等到 就有前台湾民意代表给蔡英文送出了六大质疑 每一条都直戳民进党当局的要害 第一个问题针对疫苗 究竟是民进党哪个派系介入疫苗采购 让台湾老百姓无疫苗可打 第二个问题则是针对缺电 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一周连听两次 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难道就不该下台吗 其后还有诸如台铁列车事故频发 苏贞昌为什么还不下台 民进党明代推动隔离制度调整 导致防疫功亏一篑 为什么不辞职 陶渊市长郑文灿对市民检举视而不见 为什么不道歉 以及民进党当局早就宣告解决了五缺问题 现在怎么又缺水又缺电了 这些问题每一条都提到了点子上 但结果我们可讲而知 民进党当局断然无法回答 甚至直接选择性失明 原因很简单 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不会有如今天下大乱的局面了 民进党当局管理台湾这五年 我们也总结了十个字 那就是坏事天天做 烂政一箩筐 为了一党一派一人之私利 民进党当局搅动两岸关系 在国际舆论场肆意搬弄是非 将经济议题民生议题抛出脑后 靠鼓噪政治对立军事对峙 维持所谓的声量 靠大内宣维持岌岌可危的所谓支持度 台湾的大好前途 正是民进党这些无能政客的把持之下 逐渐走向迷茫灰暗和灾难的歧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